各位学生大家好 今天我们交流一个他肩的横折 他肩的横折 那么我们学的一个口的横折 是一个扛肩法 那么他的他肩法的横折 多数都是用在这个框上面 我先学写一下 台 青台 烧暗 这个可以调勾 那么这个他肩的这个横折 刚才讲的多数用在这个框 比如说门啊 国啊 国家的国 这种回应到这个他肩 他跟横折不一样的地方 你看小横折 扛肩法 台 按 回 他首先从这个角度上 转折的角度就不一样 另外一个他这个 台按的一个角度 大小也不一样 我把这个再写一下 是这样的 底下没收笔 可以挑钩 可以不挑钩 那个另说 这个他肩 比这个扛肩 要难写一些 为什么 为什么要难写 因为你有时候扛不好 你看 稍微往这边压 往下压了 往下压 这个角度 往这边走 那么我们横折 在这个角度 要稍微的立一些 稍微立一些 我们在写的时候 有一部分书有 这个在练习的时候 我看到了 写的时候 基本上这个 容易把这个小口的横折 跟那个框的横折 容易混小 我们记住 写口的时候 是扛肩法 写框的时候 是塌肩法 这个我们要搞清楚 那么另外 还有一种 和一种 这个横折 这个框的横折 会用一个活弯 我也学写一下 突变细 直接往下压 这种 这种写法 也有 也有 他跟这个 我们讲这个宽横折 差不多 只不过是 他没有往上顶而已 他没有往上顶 他往上顶了 要说这个地方 有点圆 有点活 那么这个呢 有这个 稍顶 往后压的这个角度 稍大一点 这两种 都经常用到 都经常用到 那么我们在练习的时候 稍微注意点 注意他跟一个小横折的一个变化 在哪里 这个字切上应该都有 我再这个写一下 起笔 往下压 回来 起笔 往下压 这是他间法的一个横折 这个 谢谢各位 书友